欢迎您继续加入 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 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新冠肺炎再添增三例 境外移入个案 都有欧洲旅游史 其中一人为荷兰籍的副籍师 现在有三例确诊的 那都是属于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第51个案例 第案51 那是荷兰籍 他是一位副籍师 那3月2日至6日 乘至奥地利 3月9号至荷兰来台 10号入境 11号晚间因为呼吸困难 胸闷及全身倦怠 到医院的急诊就医 经诊断有肺炎的情况 那12日由医院裁检通报 那今天确诊 那已经住院隔离 那案52 是北部30多岁的本国籍的男性 2月28日到3月6号 那2月28日两名友人 自台湾京土耳其转机至瑞士 2月29日自瑞士 搭乘巴士到法国 主要到3月7号都在法国的滑雪了 那3月7号是法国搭乘巴士到瑞士 搭乘土耳其的班机返国 那3月8号入境 那案52 3月12晚间出现发烧 全身倦怠 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到医院就医裁检 通报今天确诊 那目前他还在隔离的病房 那因为相对的 他回来的时候 自己对于健康戴口罩 相对都有比较注意 那案53 为北部30多岁的本国籍的男性 2月26日到3月6日 到德国慕尼黑 纽伦堡出差 那返国后于3月11号 出现咳嗽 有痰 喉咙痛等症状 当时晚间到医院就诊 检验通报 那今日确诊 目前收治隔离病房 那相对这三个案子 我们的疫调都已经在进行中